第一間電影公司出份了第一部西文電影,第一部故事片,第一間演員學校,第一間豪華電影院。 鑑於黎文偉在中國電影業界的影響,日本人曾經要求他出面,主持上海的電影工作,但卻終於他的負責。 1937年底,黎文偉帶著一家大勢十幾人逃到香港,當時在數月令要承知的影響下,一大批中國電影人和文化人南下在香港拓展抗戰文化陣地,在電影、戲劇、報刊和出版人類開創了一片新片尾。